这样就做两个按钮啦 这个按钮 基于多大多小 我想你可以自己克制的没关系 而且上面的名称也不建议要叫这个啦 你可以换个名称 那Sub名称跟按钮名称 可以不一样没有关系 然后呢最后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一个Sub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按钮 OK 所以一个Sub 就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当你按一下它 它就会怎么样 去执行这一个 按一下它就执行这一个 那这样就方便了 那未来呢 那个看到那个是什么聚集 实际上呢 指的就是Sub 所以这个聚集 它的翻译关系 所以这个你只要看到 反正聚集你就是想到就Sub 那最后就是把这个完成 这样子OK 那我也把前面的 这个我的相关的叙述方式 直接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3页下方这边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那今天的部分就是 这边有一个吧 就是这一段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 请帮我撰写VBA的 这个Sub程式 关键地方 当然如果你不加这个Sub 它应该也会猜到 应该你就是要Sub 不过我是觉得 为了避免说 它有可能给你Function 也有可能给你Sub 如果为了说避免说 它不知道给你什么 那你就加一下吧 这个也没有多少个字 你就把它加 那底下就把你的需求 叙述一下 OK 它应该就可以知道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要输出到哪里 这个有没有 所以我们好像 直接拿公式的拿来用 改成Sub 通常会忘了一件事 就是要告诉它输出到哪里 那我是建议的 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先输出一个 然后一个OK之后的话 你再请它怎么样 改为输出到 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道 加上一个冒号就可以了 它也懂了 OK 我试过很多次 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以后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是可以这样的叙述方式 所以以后可以把它套一个固定的范本 那以后你就知道 看到什么看到什么 就可以怎么叙述 那这样的公式 VBA都可以写得出来 它就马上帮你写出来 那剩下来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VBA的程式里面 稍微再做一些改变 包含就是说上面的名称 本来是这一串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手机 或者改成你喜欢的名称都没关系 然后底下的相关的这个程式 你也可以稍微阅读一下 比如说负回圈 慢慢 大概慢慢 以后如果你要做重复的事情 一定也会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它这个怎么运作的 实际上可能会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中间的等号 那等号特别注意 你不要把你以前学数学的经验 拿到这边来 这个等号 你理论应该不能叫做等于 虽然是这样一样的东西 可是在这边的角色 这个符号意思是不是等于的意思 不是等于 但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资料复制到 就是把等号后方的资料 把它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这个等号 特别注意 在这边不是等于 不是计算结果 而是把后面的资料 有没有 所以这个后面资料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把F的第四列资料 就一直把F4的资料 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变数名称 OK 那变数名称就是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空间 它可以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它会得到几个 FGH 所以这三个资料 然后分别在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会用到一个 叫Format的函数 那这个Format是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它是做什么呢 可以帮你格式化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格式化两码 所以这个其实 这个地方好像多余的 这个只要是这两个才要做吧 这个不需要 不过它也做就算了 OK 也不影响 然后最后把格式化的结果 再串接在一起之后 传到前面这个变数 最后把它输出 输出到这个 所以它等于一串流程 其实就是把资料 先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串在一起 最后再把它丢到 你要放的储存格里面的一个流程 那因为会跑这么多次 所以你会发现 I它会不断改变 先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 一十类推 OK 所以慢慢看得懂 然后也能够做这个变化 那应该就比较简单 再来就是清除 这个非常差不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完成之后 那请各位就试着 再做前面的其他练习吧 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把那个前面刚刚讲的 这个也把它做的VBA看看 我们按下去 自动变成型号 自动变成它的称呼 OK 这个我就不多赘述 因为前面都讲过 那我们后面 下个礼拜的话 会再看另外一道题 那其实我们还有别的范例题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这一道 151这一题 那试试看 151这一题的话 那因为答案已经先在上面了 所以请你把这个答案 B栏的 这个B2一直到B10 这delete就掉 因为我是怕说 你不知道用哪些函数 所以预先帮你们把 公式先放上去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很单纯 就是如果A栏里面 只要有刮弧 就把刮弧里面的资料 放到B栏 如果没有刮弧 就不做任何动作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你应该如何做 OK 当然方法不外污就三个 一个是用公式 就是这一串公式 当然你们可以试试看 Chall TV是不是也做出一样的 当然也有可能不一样 不见得一定 只能够用if L mid跟fine 而且这其中有一个函数很重要 叫fine函数 如果你fine函数不熟的话 以后你那个要取不确定位置的资料 那就问题了 因为我们常会做报表的时候 你的资料不会是在固定位置 而是在不确定的位置 可是不确定位置有一定的规则性 对不对 那你要把那个规则找到 然后呢把资料取出来 就OK了 可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就会是噩梦 不会的人怎么做 该不会点两下 然后选起来 Ctrl C Ctrl V 点两下 OK 有啦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这样 但是问题这边只有9个还可以 如果是9百9千9万个的话 天哪 那你应该不会想要这样慢慢做吧 做不完 而且如果又有新资料出来 每天都有 那你似乎是每天都光做这件事 你就没有别的时间了 可是如果以今天假设公司的角度来看 这不OK 你为什么一直做这种 你只要会一个 不一定用VBA 你用函数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会不会 三个 fine函数 fine是指的是找找看有没有前刮户 找到之后的下一个字就是你要切字 再用med去切 那med的话还要算几个字 所以你有后刮户 有没有 把后刮户的位置减掉前刮户的位置 再减一 有没有 因为他好像会多一个字 就是他总字数了 那问题这个讲很简单啊 但是你要把公式写出来就不简单了 更不要说VBA的 你说我要直接跳过公式 直接做VBA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先讲到151这一题 当然还有别题 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不妨可以把其他题目都练习 如果每一个都OK的话 我相信你以后遇到Excel 就觉得简单啊 这个两下就OK了 你就不会有任何压力了 心姐 所以你只要懂得善用Chall E-Pita 你的功力我想应该就倍增了吧 增加十年以上功力没问题 这个很多人用了十年 还不见得可以有这样的功力 尤其是VBA部分 我自己写这么久的程式 我光看到他写的 我干脆你帮我写就好了 我还干嘛自己写 自己写的不见得比你写的好 OK 所以请各位回去多试试看 重点应该就是每一个叙述的方式 精确一点点 不要乱下指令 因为乱下指令 他就给你乱的东西 而且他错的东西 他也不会告诉你错 有时候他给你错的名字 发现他其实不懂的意思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样我会把今天的影片 传到YouTube 贴到这个论坛 你们如果要复习的话 回去再看一下哪些地方不知道 有问题的话 其实也可以提出来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你可以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讨论都没关系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啊 咱们